这个小题说 这位大德发愿要度众生 因此来到场的众生很多 可是他的功夫还不到 众生得不到利益 所以负责他身上的众生很多 请问愿是不是不能乱发 这是真的 愿是不可以乱发的 你发的愿你要兑现 这个愿法愿 其实人人都法愿 但是口头上法愿 不是心理法愿 佛教给我们基本的大愿 就是四红十愿 我想第一愿 大家都落一发 众生无必是愿度 可是凭什么度 凭道德 凭学问 你的道德 你的学问 能不能帮助众生 那不能怎么办呢 所以接着后面有三愿 三愿完成 你才能度众生 所以第二愿 烦恼无尽 十愿断 你烦恼断了没有 发门无量 十愿学 你学了没有 佛道无上 十愿沉 你沉了没有 你必须 提下那个三愿圆满 上面这第一愿 你才能走到 你从这四红十愿 教会当中 你就晓得 我们从哪里下手 的确是要从发心 我断反倒 我学法门 成佛道 不为自己 我为一些苦难众生 我为了要度他们 所以我自己拼命学习 这就对了 这是诸佛菩萨 为自己烦恼不断 我堕地狱 我变恶鬼 何该 与别人不相干 但是我发愿的时候 那我要不成佛道 我要不学法门 不断烦恼的时候 那些苦难众生 我想帮助他 帮不上 这个问题大了 所以要知道 断烦恼不是为自己 说法门也不是为自己 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 全是为了 帮助众生 回头生安 这是佛 这是佛菩萨了 这是佛菩萨了 最值得人 敬仰的地方 我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 懂不懂得佛的教会 没懂 为什么没懂呢 我们没去做 所以无论是 自行 是化他 都是从自己 开始 如果我们自己 连弟子规都做不到 孝顺父母 没做到 奉仕师长 没做到 再说一句话 我们连自爱两个字 都没做到 不爱自己 你怎么会爱别人 爱自己的人 一定是天天 灿畜业障 提升自己的灵性 那真正爱自己 一个爱自己的人 肯让自己 堕落地狱吗 肯让自己 变恶鬼变出身吗 为什么会堕地狱 成会心中 为什么会变恶鬼 贪心中 为什么会变出身 愚痴心中 那换句话说 真正爱自己的 决定断贪嗔痴 贪嗔痴不断 这个人不自爱 他怎么会有成就 学佛的人多 真正有成就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他不是真学 假学 真正学 没有不成功的 真正学佛的时候 那佛经里面所讲的 殊胜利益 我们讲的很多 都是真的 你只要真干 特别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 身体健康 中年人以上 大家都着重了 身体健康 只要你心地清净 真诚 慈悲 你什么病都没有 不病不生 纵然有病 念佛自然就好了 那是真学佛 他有真感应 真起作用 这是经典里面 特别是华严经 对这些道理 讲得非常详细 假学佛没法子 不管用 从前 李老师常讲 该怎么生死 还是怎么生死 该怎么轮回 还是怎么轮回 如其是好处 那就是阿赖耶诗里面 中国佛法中死 这一生当中 得不到作用 你怎么要 就那么想 是 忍 那 手 初 词 词 词